等一下 等一下 去年9月14號凌晨 SPAC夜店門口聚集60多人叫騷 信義分局刑警薛真國被活活打死 當時北市動員大批警力掃黑大鱗艦 夜店生意一度受到衝擊 民眾會以為說在殺警案以後 這個夜店的勢力反而會逐漸的 這個所謂的消失 像原來殺警案的ATAT這邊 其實加了很多間的這個 新開了很多間的夜店 年輕人夜店內扭腰百層 越夜越嗨 在殺警案後 SPAC夜店換了老闆換了招牌 繼續營業 夜店達人形容就像百家聲明 因為案發後夜店分成三大派系 各自轉型在開店 別於以往高調經營走的是精緻路線 不過店家一多 唯視利益更瑣碎 零星衝突也越來越多 所謂的這個三大版圖 被拆成樂器以後 利益也好或後面的一些唯視也好 可能會變得更瑣碎 所以相對來講這種零星的衝突 我覺得只會不斷的擴大跟發生 殺警案後 警方雷利風行掃黑 不過夜店仍有鬥毆衝突持續發生 今年7月 信義區夜店十多名老外大亂動 行動派出所30秒抵達壓制 25號臨場同樣夜店外 連續三起打群架事件 行動派出所卻在第三起案發後才抵達 信義警方強調 行動派出所是註點服務 不過在這次大亂鬥中 沒有發揮機動刑事事實 已經被質疑行動派出所的效率 恐怕真的大有問題 記者劉市委黃子鳳台北報導 記者劉市委 yell 幸福 郊西川 yn